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刚刚我们发送的这个数据啊 它是字符串 字符串我可以直接转成字节数组 是吧 那现在我们要发送的是类型 这个类型的double类型 那我们是不是相当于将这个double类型呢 先转成字节数组啊 是不是在这里面加一层东西 所以把它准备数据的这块呢 将我们这一个89.12 转成字节数组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我们对应的 这一块呢 在我们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字节数组分析成对应的 转成对应的double类型了 是不是字节数组转double类型 好 所以比较的简单 来我们来看 说完了 切入点呢 就是一个类型转换的问题 你看 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将我们的89.12 double类型转成字节数组 是吧 好 那这边呢 分析数据的时候就是将我们的字节数组 我们原来是转成字符串 现在转成double类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将我们的字节数组转成我们的double类型 字节数组 是吧 他们 那这个难吗 只要涉及到类型 我们就要想到对应的类 data或者object 是不是这个道理 data input stream data output stream 是不是处理数据类型的 是吧 或者object input stream object output stream 反系列化和系列化 还记得吧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data 来 将我们这个double转成字节数组 我们用的是输入流 还是用输出流 是用字节数组 输入流 还是输出流 输出流吧 你看吧 这个我们刚才的八十几点 一二到八十一点一二 它是不是在内存中啊 你由内存 由我们的存细为中心 输到一个容器里面 这不就是输出流吗 以它为中心吗 是吧 所以这就是咱们的输出流 好 因此我这里加一个方法 double一个static byte ,convert 丢一个double类型 不是这里加点东西吗 number 是吧 byte data 等于num return data 这个中间我们使用字节数组 当我们的数据源吧 这个数据源 再加上我们要处理类型 data 输出流 这就可以了 快速写一下 来 byte array output stream 输出流嘛 好 dls 等于new byte array output stream 我们说过 它有新增方法 不能发生多态 对吧 data output stream dls 等于new data output stream 是不是还是咱们 Io的知识 这块怎么写 dls dls 点 white 吧 white bubble number 是不是写进去了 写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操作 dls flash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呢 获取数据 是吧 data 断于dls 点 to byte 内 是吧 他们 to byte 内 然后呢 施放这个dls 点 close dls 可以不关 对吧 内存 可以不用关 是吧 他们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来 改一下 double number 89.12 随便写一个数字了 然后这里面呢 就convert 丢入 那么 这不就完了吗 中间的这五个步骤 不用改 创建服务器 这是创建客户端 是吧 创建客户端 加端口 准备数据 但这个数据呢 一定是字节宿主 是吧 他们 一定是咱们的字节宿主吧 因为这里面包啊 只能使用字节宿主 咱们能看到 然后的话 发送出去 最后呢 释放 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呢 收牌了 这里面就是分析数据 将我们的字节宿主 转成double 好 这个输入流 这个是我们的数据源吧 进来 对吧 好 输入流 因此在这块呢 来 public static 我们这里面直接写 我们这里面直接写double返回 好吧 convert 转换一下 给我一个字节宿主 byte data 好 字节宿主 加 data 输入流 这里面我们可以使用 多态 对吧 在这里面可以使用多态吧 但是呢 它是一个处理流 直接包装它 也可以使用匿名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往下走 来 data input stream ds等于 new data input stream new byte 当然这里面我们先离探一个值吧 先离探一个值 dns.read 读取我们的直接数据data 这一块有异常 是吧 可能读取失败 应该是绿的什么 double吧 绿的double 是吧 是不是绿的double 刚用上方法了 这个data这里已经关联上了 直接就return 是不是就完了 dns.close 是吧 他们 你看我们在接收的时候 无非就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你税务之后 有个data 是吧 我们把它拿出来 来 pocket 点data data 我们的double 类型 直接输入 运行一下 先启动服务 准备接收数据 这里呢 发送数据 是不过来了 是吧 这就是数据加类型的 所以它内部还是要使用到l流吧 看到了吗 这个里面虽然借助的是网络 但是网络里面还是要用流 但是网络里面还是要用流 包括你们后期呢 你说哎 我这个网上我下一个东西都是流 好 我看的这个网页 也是流 它是把这个原代码发给你 然后你再使用浏览器打开 听懂意思吗 只不过这个原代码 它直接发给谁了 浏览器是吧 这些都是流 谁的话我们经常看网页就是下载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下载 大部分都是下载 听懂意思吗 好吧 好 这个下载呢 是从服务器下载在你的浏览器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bs架构 好 那我问大家cs跟bs有什么区别 你看 实际上这个bs跟cs的区别很简单 bs就是个大大的cs 只不过这个客户端的变成浏览器了 这个一般是用于局域网的 这个是用于互联网的 所以它效率是最高的 它效率高 这个呢 因为存在网络的原始效率相对低 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都知道 只要是装了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基本上都会自带了浏览器 我们不需要开发浏览器 但是呢 我们cs里面呢 比如去网吧 对吧 看到的 计费对不对 在我们的那个吧台那里是吧 是不是有计费啊 好 那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那客户端就在每一台电脑上吧 是不是每一台电脑都得装啊 好那个要自己开发自己安装 这个呢 是知名厂商 第三方给我们做好的客户端 我们只需要关注服务器 这是我们关注的 所以后期你们就是叫服务器编程 听到了吗 加一读器编程 因为这一块呢 我们很少关注它 当然我们这方面的知识也需要了解一下 比如html gscss 对吧 整体来说这是美工做的事情 但是呢 对于我们的加一工程师这方面 对于现实来说 我们是需要掌握的 好吧 整体来说我们只需要掌握 加一的知识就行了 听到了吗 那既然这个是第三方已经做好的软件 你现在自己做这方面的东西 那他们之间是不是进行交互啊 他们之间也得交互啊 那他们交互怎么交互呢 是不是有协议啊 对吧 你不能乱交互 对不对 或者你发了一个数据 我不能解析 我看不懂 那这个呢 协议呢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定的 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里面你只能征行 比如BS架构 HTTP协议 或者FTP协议 他就是按这个协议来做的客户端 你就只能按这个协议做服务器端 但这一块呢 你不需要征行 你自己写代码嘛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两边都是你自己写的 能听到这个含义吗 好吧 这就是我们后期呢 BS架构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这里面还是个简单的 类似于一个CS了 这是我们的UDP UDP变成